这个视频我想跟你分享碳中和潮流之下有哪些新的商业机会可以把握 还有我们可以期待在哪些领域会有新的工作机会冒出来 这样或许你会受到启发,占到新的风口,赚到一桶金 我在什么是碳中和,普通人2021年可以做些什么这个视频里面提到过 为了达到碳中和,第一步是要对碳排放制定预算,评估实际的碳排放量 尤其是对企业和组织来讲 这样其实围绕碳排放的预算,实际的排放量,增加减少的幅度 都是可以像前的金额数量一样去计算的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碳资产这样的定义出现 所以呢,除了传统的财务人才之外 企业或组织也会非常需要专业的人去帮他们核算碳资产 制定碳预算,制作碳排放的账目 并且对这些数据进行审计和发布 那如果你或你创立的商业模式 具备制定或执行碳相关的财务审计标准的能力 那么恭喜你成为碳中和大潮之下 炙手可热的一批人才之一 我们已经知道化石燃料的燃烧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 那么减少碳排放的根本途径 就是找到更清洁高效的新能源来代替传统的化石燃料 碳排放的大户、航空行业 其实已经找到可以替代传统燃料的可持续燃料方案 但是这种由使用过的食用油和费粮食作物等费料制成的新燃料 目前产量太低 而且成本也比传统燃料高2到4倍 那从事科技研发的朋友 如果能在新能源可持续燃料的降低成本 提高产量方面 获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肯定是造福社会的 另外我们知道 目前炙手可热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其中一个代表性的品牌 特斯拉 它同时也在做太阳能屋顶和太阳能电池板业务 南安普顿这边 我的一个MBA同学 一毕业也成了一家太阳能解决方案的公司的合伙人 帮助附近的普茨茅斯市议会 做了民居太阳能发电设施 安装可行性的评估项目 所以新能源这一块 绝对值得大家去关注 另外呢 从大型组织开始 后面也会渐渐蔓延到中小企业 会有一大波运营模式上的转型 怎样对运营中的高碳排放模式进行识别 怎样去制定一套新的低碳运营标准 或者直接按照ISO14000标准来进行改革和转型 如果你是具有碳知识的运营人才 相信也会越来越被重视 碳抵消也是一块机会非常多的新领域 怎样帮助消费者或企业 找到可信的气候工艺项目 来抵消他们重坐飞机 或者其他的消费生产过程中 所产生的高碳排放 除了工艺组织在做 一些企业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除了碳抵消项目的选择 你还可以帮他们来计算碳排放量 提供支付解决方案等等等等 都会是有需求的服务模式 还有从营销领域来说 如果你的产品受众群特别大 或者你的目标客户是高净值群体 那么他们当中肯定有很多人 特别关注气候啦 环保啦 碳排放啦 这些议题 那怎样去避免你的产品品牌形象规划 踩到高碳排放的雷区 进而去策划更加符合低碳主义人群需求的 产品和营销方案 比如说 有些零售商减少了对商品的包装 他们本身省掉了成本 反而更加受到了环保人士的欢迎 实在是多方受益的事情 那如果你的商业模式里面 有社区社交元素 或者特别擅长在组织与组织之间去做牵线搭桥 比如本来就是一个中立性的非盈利组织或行业组织 那么你可以帮助把那些对低碳特别感兴趣的人或组织聚到一起 促成他们的良性合作 迸发更大的能量 最后呢 不管你在任何的领域 只要你肯动脑在原有的做事模式当中做一些改变 来达到减少碳排放或抵消碳排放的效果 当然了对于企业来说 得是在保持有道德的获利基础之上 那么你都会受到组织和公众的欢迎 好 关于碳中和的前景就和大家聊到这儿 记得留言点赞和转发 让更多朋友了解这方面的新机会 如果还没关注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bilibili频道或youtube频道 可以帮忙关注订阅一下 我是小赵 我们下支视频见咯